大家好 我是小徐 今天给大家就是要公布一下 我们在上个月的时候到现在 可以说是这个月 就是一个月之内所筹记的狗粮 一共有多少 因为明天就是要让它发货 我们基地没狗粮了 就剩下两三亩的狗粮了 就是明天就把这一个月之内 让它所筹记的狗粮 以及大家给买的 就是一起会发回来 因为我在朋友圈里面在筹集狗粮 然后圈里面一共是筹集了850公斤 850公斤的话是相当于1700斤狗粮 1700斤狗粮 但是呢我是想筹一些公斤 看看能不能筹到 如果能筹到的话就筹 筹不到的话也就直接发货了 因为基地没狗粮了 在朋友圈里面就按2000斤的算 因为今天晚上我还在筹 反正就这一两天发货回来 然后朋友圈呢是2000斤 2000斤狗粮呢一公斤是10块钱 然后筹了2000斤 姐姐们帮忙筹了2万块钱的狗粮 钱方面呢是有IC AC姐 然后帮助了 有一千斤狗粮 就是折换成狗粮 帮助了1000斤狗粮的钱 然后还有一个叫 苏菲姐姐 就是折换成狗粮的钱 帮助了将近三千斤 这四千斤狗粮 然后还有朱丽姐的朋友 然后还有姐姐们100200转的 然后加起来有个500斤狗粮左右 也就是这一次会发六千斤狗粮回来 然后也就是这一个这个月 这个月月底开始发 然后月初会到我们家园 然后是六千斤狗粮 这就是这一个月之内 姐姐们帮忙一起筹集的狗粮 就是不算姐姐们帮忙买了10块20包的 就是还没有发货的 目前为止有这么多狗粮 就是还没有发货的 然后朋友圈因为有850公斤了 然后姐姐们帮助的钱呢 我也一直在虫子那个钱也没有动 因为我动了狗粮可能就饿着了 我也不敢动那个钱 没钱了我会问别人戒着花 但是姐姐们给的狗粮钱 我却一直没有动 一直在保存着 然后发六千斤狗粮回来的话 是我们260多只狗狗 一共吃的是一个半月 许多人说我们狗狗太难吃 但是我也觉得我们狗狗太难吃 但是没办法 我们的狗粮基本都是大狗狗 就是260只狗 一天需要五包狗粮 小娘 就是180斤狗粮 180斤狗粮 算的话就是 一共有260只狗 一只狗粮一斤狗粮都不到 一只狗也就七两狗粮 这也是我在克制的一个情况下 因为现在我们狗狗一天只吃一顿饭 像我第二年就住的时候 那时候长的狗粮是怎么喂 狗粮往那一到 一天一夜狗粮都有狗粮 那时候在古北的那时 但是现在没有那么大能力 然后狗粮也多了 所以得节约这喂 所以现在的狗粮呢 所有的狗粮长的基地 就是一天只吃一栋狗粮 一栋狗粮总共是倒着四包半 因为晚上有一些老若病残的狗 还有幼犬 就那些小狗 也不是幼犬 今天就的那些小狗 然后他们有时候感觉他们会饿 晚上会再加一些进去 加半包 像我屋子里面的会喂一喂 那边有胆小区域里面的 晚上会倒一点 是需要用这20斤狗粮 所以一天下来的话是五包狗粮 一包狗粮是40斤 然后五包狗粮就是200斤 这是一天的一个狗粮消耗 然后这是愁的狗粮呢 是稍微比较中等的吧 十块钱一斤狗粮也不算差 但是也不算太好 像我平时自己买的话 也是买着七八块钱的一斤狗粮 因为狗粮确实开销有点大 关于我们做饭的问题 冬天不是不做饭 冬天是不能做饭 因为冬天一做饭其实冰了 你把饭做好了搞出来 喂狗的食物狗结冰了 在屋子里面狗粮又打架打了 搞不成了 像我们人手又不够 就三个工作人员 260个只狗粮 人家有的基地 200多只狗 可能基地有七八个 六七个工作人员 但是我们算上五 一共就三个工作人员 这是基地 像冬天一下雪 需要把雪少了 还就有一个专门去烧暖气的 就是我们屋子里面的暖气 必须有一个专门的人 就是白天晚上去烧的暖气 因为那种暖气一断的话 可能我们自来水也断了 然后暖气也断了 所以就是我们的暖气就不能停 要一直一直烧着 有一个人会专门就是烧着过路房 然后12个有时候也会帮忙 收拾收拾收拾微生 然后我也会帮叔叔收拾收拾 像我屋子里面的微生 就是我自己收拾 我相当于一天也就是照顾屋子里面 这三十十只狗 其余的就是录视频啊直播啊 什么之类的 所以到冬天我们根本没没办法做饭 要劫持出来 等等 要劫持四个月左右 四个月左右喂狗羊 过了这四个月的话 我们就可以继续做饭了 做饭的话成本要低那么一点点 一个月能省个六七七 现在这两百六十多只狗狗一个月公吃 就要吃掉三万块钱 吃狗羊的话一个月吃 要吃掉三到四万块钱 就是一个月公吃 然后医药费的话 这倒是没花多少这几个月 然后这就是上次大家帮忙 筹集狗羊的一个情况 包括姐姐们私下给转照呢 我也全部公布出来了 没有丝毫的隐瞒 因为有两个姐姐帮助过大头嘛 艾塞姐帮助了一千斤狗羊 折合狗羊的话帮助了一千斤狗羊的钱 然后苏菲姐帮助的是将近三千斤狗羊的钱 这就是全部算下来 就是大家不知道 姐姐们给我转钱 大家不知道 然后这个钱呢 全部在我这里从着 再次我会全部以狗羊的形式 发股到家园 然后今天就是给大家公布一下 同时也跟大家统计一下 到时候狗羊会到家园 我还会不是感谢大家 然后带着这些狗羊 请我们狗狗 跟所有人说一声感谢 是你们的帮助让这个狗狗在温暖的冬天 有一个吃饱肚热的机会 在温暖的在这个冬天里面 可以温暖的度过 谢谢大家感谢你们的帮助 谢谢 像我屋子里面这些狗狗 我平时会给他们添加一些狗粮进去 除了就是未移动狗粮之后 另外还要单独就是给他们倒个四五斤狗粮 让他们晚上来吃 因为屋子里面都是一些小狗狗 咋又遮夜景了许多 咱们结巴 尤其是这边的 这边有基本上都是一些老弱病产 像灰灰啊 还有如猪如宝 小博士 这边基本上都是一些年龄比较大 然后就是要给他们另外会多加个二十 五斤没有二十斤 五斤狗粮 五斤狗粮这些狗狗其实也不是很多 平均下来这些狗狗一只狗狗成鸡 三十只狗将近还有大王呢 大王晚上也会吃 一只狗狗平均下来就二两狗粮 二两狗粮没多少 所以说是吃确实一笔大的消耗 狗狗多了吃的也就多了 相当于咱们人一样 几百个人吃饭跟一个人吃饭 它永远都是有区别的 好了 这就是今天给大家公布的一个明细